卫生福利部基隆医院副院长陈维达率先第一位捐血捐出了500cc的热血 根据台湾血液基金会最新统计全台血库存量偏低 医疗第一线的卫生福利部基隆医院最能感受到这种情况 因此特地合作台北捐血中心以及玉山银行和台北荣民总医院弃捐小组 共同发起捐血庆元宵的活动 来捐血的民众还可以获得一个熔年灯笼 我们基隆医院已经连续三年跟台北捐血中心 还有玉山银行合作推动民众捐血 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 那现在冬天是缺血的时候 而且最近医疗大爆量各大医院急诊都有很多病人 那我们特别是需要热血青年还有热血的美女 大家来捐出自己的热血支援医疗的后线 那欢迎大家除了捐血两百五五百都欢迎 然后我们这次的捐血活动呢 还会赠送大家一个元宵的小提灯 那很开心可以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捐血活动 那玉山银行一直就在公益这边就非常的鼓励 那也是在基隆这边很好的一个邻居跟服务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来协办 那也参与实际这样的捐血活动也非常开心 也因为疫情其实我自己过去捐血停了一段时间 那刚好把握这样的机会 捐起袖子来为大家捐出我们的热血 基隆医院也由副院长陈维达代表院长林三奇 颁证感谢状感谢台北捐血中心 以及玉山银行和台北荣民总医院弃捐小组 共同发起捐血庆元宵的活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